哈喽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又来到我们的频道啦 我是卓格拉 那么借由以上呢 我们有放过很多这个2020年呢 关于这个十二生肖呢 的这个运势啦 那么接下来讲的话呢 卓格拉呢会分为比较多集一点点 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也为了方便大家容易找到 关于自己年份的生肖的这个运势啦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呢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 1948年属属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这个2020年里面的运势 到底是如何的啦 那么呢 大家如果不想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来讲的话呢 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好不好 好 接下去来讲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去看看一下 到底2020年的1948年的 属属的朋友们的运势 到底是如何的啦 好 那么在2020年来讲的话呢 我们相信呢 属属的朋友们来讲的话呢 也是可能会有一些的紧张 我相信每一个生肖呢 都会比较紧张 关于这个你自己本身的运势啦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呢 就是1948年属属的朋友们的这个运势啦 那么在1948年属属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这个金钱运势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呢 是可以达到四颗星的 那么在于这个健康运势来讲的话呢 毕竟呢 有一定的年龄啦 所以说健康运势呢 我们会比较注重一些 那么在你来讲的话呢 是可以得到三颗星的啦 那么在进入2020年呢 1948年属属的朋友们呢 已经呢 是进入古西之年啦 经历了这个半生的光景 那么这些属属的朋友们呢 肯定呢 手楼上呢 都会有一笔不少的这个基础 只说满堂 衣食无忧 但是呢 这个年级呢 见长呢 自然呢 无法避免的 就是身体健康的一些的隐患 或者是一些隐忧 那么这里来讲的话呢 要多注意就是生理的这个疾病 尤其是这个支气管 肝脏等 翻面了这个疾病啦 一旦呢 如果你有出现这个突袭困难的这个情况的话呢 一定要及时就诊 那么在2020年呢 1948年属属的朋友们呢 年初的时候呢 你们的心事呢 会比较繁杂一些 容易呢 会出现这些胡思乱想的这个情况哦 在这里来讲的话呢 可以见1948年属属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空闲的时间呢 多接触与自己同年龄的人 那么呢 也要多与家人 倾诉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 切记 1948年属属的朋友们呢 不可封闭寡言呢 否则这样的情形来讲的话呢 就很容易导致到 你自己会有抑郁的这个情况 那么在日常生活之中来讲的话呢 要记得保持心情平和 如果说你有跟与家人这个争吵的时候呢 记得多冷烂多体谅 不要计较太多 那么自然这样的情形来讲的话呢 不管你是男或者是女来讲的话呢 再跟子孙方面 再跟家人方面来讲的话呢 自然而然会少了很多 真实的这个情形出现 那么呢 如果说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来讲的话呢 是跟太岁有关的话 记得也要去做一下 这个太岁化解的这个动作啦 那么自然而然来讲的话呢 整年的运势来讲的话 也会跟着提升咯 那么自然而然呢 一整年的运势呢 都会跟着提升啦 好 那么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里啦 就是短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1948年叔叔的朋友们呢 在2020年的这个运势啦 那么呢 接下去呢 我们会有更多不同年份的 生肖的运势呢 也会陆续的发布 所以说大家记得要 订阅我们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还有记得也要follow下 我们的Facebook 还有我们的Instagram 因为我们如果在YouTube 你们没有收到我们的通知来讲的话呢 至少还有在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你们可以收到我们的通知啦 那么记得呢 也要把这个影片呢 分享给你们身边 如果有1948年的朋友 或者是有1948年的长辈 记得要分享给他们 让他们去 做一个警惕这样子啦 好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啦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